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接受捐赠款物14430.54万元 其中接受资金9671.01万元 用于支持承担防控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 武汉火神山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1000万元 用于湖北、山东、浙江疫情防控1250万元 用于武汉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 就住100万元 协议采购防控物资1749万元 计划用于采购防控物资5572.01万元 接受物资价值4759.53万元 以运抵湖北武汉、实验、校改 及其他22个省市的物资价值4701.28万元 其运发往湖北武汉的物资价值58.25万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接受捐赠款物80783.07万元 其中接受资金64,647.33万元 设立专项救助项目用于武汉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 就住28,317万元 用于支持承担防控救治任务的武汉雷神山医院 武汉火神山医院、黄冈市中心医院、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16,832.22万元 用于河南、内蒙古、山西、福建、江苏等地疫情防控1,900万元 以购买防控物资4844.55万元 协议采购防控物资5075万元 计划用于采购防控物资7,678.56万元 接受物资价值16,135.74万元 以运抵湖北武汉、黄冈、孝感、贤宁的物资价值3871.75万元 运抵浙江、河北、辽宁的物资价值482.48万元 期运发往湖北武汉、黄冈、孝感、贤宁、黄石、京门的物资价值7206.99万元 期运发往北京、河北、福建、四川、浙江的物资价值4574.52万元